嗨,我是Leo,今集用了這部最後一部更新的機體 DX 這個姿勢很帥 DX的話,由於我本身都很喜歡這部,所以我已經升滿了 看看幾個裝備 一把大劍,升滿了78000攻 大劍來說,不算是最強的那類 因為比他強的,還有好幾把,命運那些 短光神劍,都可以上到8000攻,他那把是78000 這把艾比安的,都可以上到8000 死神那把就... 不過死神那把褲頭,傻了 這些未升滿就比較不早 所以其實他78000攻,都算是比較低攻的那些 技能就只有一招 可惜,這把技能 死神那把技能在哪裡 啊,在這裡 又是一招技能,加血 79000 擊的話,我就...不是升很多 都是...升滿了兩把而已 計算他們三把 一把獨角獸,獨角獸那把應該是最強的那把 三招技能 接著有82600攻 接著...就是黑獵這把 又是三招技能,升滿了都上到8000攻 其實...他的武器是否厲害 其實...大部份的武器 你只要看他有多少技能就可以了 基本上有三招技能那些 升上去都會... 數值都會比較高一點 大部份啊,當然都會有些例外 就是可能那些只有一招技能那些 多數都是... 升上去的數值都... 比較低一點的那些 所以他的野蛾... 都不算是特別厲害 暴暴通通那樣 七萬九 差一點才上到八馬 還有一個流星鎚 流星鎚真的厲害了 流星鎚 七萬攻啊 屬於鞭子類啊 三招技能 接著... 你計算他這些... 艾比安這些是三招技能 但是才只有六萬八攻啊 接著... 轉A那個... 啊...轉A未升滿 但轉A9才六萬二 兩招技能 我覺得升滿了應該都... 七萬攻啊 最多都是六萬七六萬八 接著... 還有一把... 就是95 開到高達 即是骷髏高達啦 那個也是六萬九 骷髏高達這把... 反而就是... 算是例外一些 他技能只有一招 但是升上去的數值都會比較高 可以升到六萬九千 然後... 即是... 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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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 流星鎚之前 我覺得應該他是最高攻的吧 感覺上是啦 還有... 又是95 那你DX那個都教9了 那...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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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差... 比較差... 一招技能... 七萬三攻... 呃... 雙印那我反而升得比較多 有好幾把都升滿了 那... 那... 就像... 哪渣高達...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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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的七萬三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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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16,000,新安州的78,000,傳奇的70,000,曉的那些就比較差了,72,000 其實它都是一般般,都不是最厲害的那些 端工神劍78,端工神劍真的很屈,它兩個形態都是最厲害的那些 感覺上迷網高達的系列,它的近攻武器都是屬於最強的武器之一 還有那些傷態刀,那把虎切,它們全部都差不多是最高攻的那些 還有槍嗎?DX,破壞部槍,算了沒有破壞部槍 它這支反而多厲害,不過可惜真的技能真是一招 它就跟這支破壞部槍的不算數值,攻擊方式一樣是暗實它 有一支很粗的極光射對 等於無限正義那一把,無限正義那一把 原來的輸出都是比較高的,所以可以持續暗著L1 即特殊射擊,有個雷射招射 可惜就是,技能,又是第一招 能力的話6萬1 6萬1的話 6萬1的話 應該也不算高了,但應該也不算最低的那些 啊,自由那把也厲害了,6萬2 自由好像也...啊,還是低了技能 等一下 這槍我都好像很少人,命運的也6萬2 傳奇6萬5 無限正義6萬3啊 無限正義有兩招技能 啊,又是同一種類型的特殊射擊 八雷,然後... 就算了這些 嗯,強花 很敏 倉堅得擊 其實這樣算起來,他那支也算是比較低攻一點 只有6萬1 對 破壞步槍,破壞步槍就不用想想是最強的那支 破壞步槍 飛翼W系列的那支槍是最強的 6萬1 嗯,6萬6 還要著一坑色 哦,這支了這麼高攻什麼? 之前都無故意 新安州的63000 不過他槍這些就差幾千弓 感覺上分別就不太大 UNICRON應該也是最強的 三招技能66000 他那招雷射麥格龍 關於身體零件 身體零件 算是比較 比較差 除了基本的技能 就沒有額外技能 身體 一個閃光系統就沒有了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骨架 沒有什麼特別的 裝甲之類的 沒有 有散熱片 散熱片應該是他的手 那幾塊 就是用衛星炮的時候 打開那幾塊 金的那塊東西 然後可以加上衝刺速度 有推進器容量 腳也有散熱片 大型推進器 加一個衛星炮 雙管衛星加5炮 雙管衛星加5炮 加2500 本牌自動防禦 加一個月神太合金 然後物理可以加10% 本牌本身都 慢慢的不是特別厲害 都是擋物理的比較 物理格檔減傷比較多 類似就一般 只有19% 普普通通 其實這部機很厲害 只要是警之衛星炮 主要 還有一個閃光系統 如果被新人類拿的話 可以使用 那些 就是 忘記了名字 就是之前那關打的 可以叫其他機 然後就可以一起被衛星炮 屈屈屈屈在這裡 可惜 看動畫 主角不是新人類 控制不了 可惜 用不到機 全部性能 發揮不了 然後要靠那個女主角 幫她 才可以 然後 等一下 是技能 武裝 武裝 一招 雷射劍 就是她的腳 附近這裡 可以額外拿到2 拍 胸口幾個拍 頭部幾個拍 好 好啦 好啦 遇切遇切遇切 聖角技 新的 雙管 衛星交龍炮 然後 跟這招 是分開了 跟X的招 分開了 不知道為什麼 分開了 人家自由的傳彈發射 和正義的傳彈發射 都是合在一起 但不知道為什麼 她這兩個衛星炮 就分開了 哈哈 反而 晶片插槽 升滿了 就20格 我記得她一開始的時候 都挺高 一開始好像是 全1Lay的時候 好像都有9格 跟著升到全7Lay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是有15格 然後全10Lay就變20格 其實應該可以再多一點 因為她本身沒有什麼能力 其實應該可以再多一點 因為她本身沒有什麼能力 好 本來這部機器應該都 尚有一技之長 不過可惜就是 自從遊戲平衡性搞完之後 她唯一最厲害的 那一招已經是 削弱了 即是聖角的 所以其實都 有定心理準備 都 我拿回一隻手 我拿回一隻手 槍就可以這樣 暗記了她的特殊射擊 嘩!來了! 先看看機會 其實很容易打不中 這個不可以怪我,這個真的不可以怪我 這個是遊戲設計的問題 又難中到什麼? 這隻弄到這招又難中,威力又快 真的不怪我 再一次! 再一次! 噢! 你不要動啊! Destiny 對! 還有跟月光碟一樣,跟之前的衛星炮一樣 就是中了就會 一下子打散了 其實想起也挺好笑的 衛星炮的威力 居然連一招,槍的EX技都不如 槍的EX技,兩套打他 因為他傷害更高 你衛星炮和炮 嘩! 真的不知道可笑還是可悲 為什麼這遊戲要弄成這樣呢?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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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拖吧! 站在這裡還拖吧! 勇的時候很有氣勢 秒殺的氣勢 但是是歐痕的傷害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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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關不要打太多愛力場 要先下地 嘩別走啦! 一切的時間也要求 好几座 永久的建築 咦,現在打了? 哎呀,哎呀,哎呀,打飛了,不要緊,掉下來 嘩,四部機都黏在一起 現在有一招月光碟 挑戰一下極限在這裡打他 你自己走過來,難怪我 好看不好用,唉呀 感覺上好像現在的儲氣速度快了,沒有以前X那個那麼慢 X那個好像儲得慢一點,變得更加難打中 但是還是不見他有自動追蹤回成立 即是自動調節回準度 但是好看不好用啦 這個遊戲做得不好,沒辦法 扔阿狗扔,哎呀,可惜 今集就到這裡了,如無以外應該都... 應該都...我都差不多退出了,這遊戲 都差不多不玩了 應該玩到一兩集吧,玩到一兩集應該就... 呃,應該就...不會再有這遊戲的影片了,先說定 下次再見啦,就是這樣啦 See you next time